今天我们又来店里面做监工了 看看这个活干的怎么样 今天呢在刮镊子啊 镊子刮完之后呢 今天就可以把这个517给它刷白 刷白的话这个工序基本上完了 下一步工序就该这个做吊顶上面的灯了 这个师傅呢昨天在刮镊子啊 今天也在也在刮 所以这两天的时间应该这个地方基本都差不多 就可以整体可以完工了 现在的整个房间的这种格局呢 就基本就这样 是一个长方形的啊 长方形的这种空间格局 这个柜子啊 这个柜子叫我还没提 那边呢 哪里啊 在里面站 有ер 啊 你有体 pride Guine 站来的 站在 DB 站里面 站也是位置 站这步部 在这路货下 哎呦啊你去的体验 你你你你你躲地 嗯 因为这不去哪里 他货架堆过来 就是如果是不去 这个货架的话 因为他会漏出来 一两公分是空的 又开始下雪了 今天我们来这个市场的 去选一选这个门头 这个呢 是我们门头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图纸 现在目前就这样的 有一个小巷 功夫小巷 是玉百特莲 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吧台后面的后背景 是一个形象墙 这下都是定制门头的 那咱那个咱那个卡布灯枪不就是 也是这种吗 卡布灯枪是上面这种是吧 是不是这种 哦 这个瑕疵那个就是卡布灯枪 哦 瑕疵这个是吧 那也是法灯枪 这个是法灯枪 这个是两百四一片 嗯 这个路过的想法一片 你说这个大象是吧 嗯 哦 你这个字应该是这种 后背景 咱现在我觉得就是这种啊 因为现在卡布灯枪这种 不太合适 后背景它容易磕住 它不结实 现在这种 用这种字都可以 后面的话 假设用旅速板 那加这个发光字 会更好一点 像是那边这种的话都是 这种第一个成本比较高 第二来说这个一做的话 咱都呈现的是 整面墙都亮 整面墙都亮的话 就客户站到这 可能看起来后面太亮了 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最终咱还是选择那种 旅速板加上发光字 就可以了 所以咱那门头的颜色 就会保持的比较一致 嗯 也可以 看着颜色还不错 嗯 你尝尝 小辣椒的尖椒 这辣椒是鱼角辣 好 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这个里面的施工呢 就说这个 乳胶漆这个刮蜜子刮完之后 乳胶漆今天一刷 这个这个都结束了 然后呢 今天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门头呢 和我们的背景墙这两个 今天也看差不多了 这个也可以尽快来做 因为现在那个门头呢需要省息 他在外面施工需要省息 所以我们就尽快订一下 订了之后呢 就尽快可以做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